尖叫聲中人群驚慌窜逃 這是奈及利亞人氣創作歌手 Asake的演唱會現場 演唱會開始卻爆發踩踏意外 原來是沒買票的粉絲想硬闖 遭到警察驅趕 場面相當混亂 還有粉絲表示 當時身上壓了十幾個人 這場景不免讓人聯想到 十月底南韓才發生的 離太院踩踏事件 我們現在在聽到 正經全球的離太院踩踏 已經過了49天 超過300位家屬 不畏低溫舉行追思會 對許多心碎的父母來說 這道傷口永遠無法癒合 受害者家屬要求展開國政調查 徹查災難應變警報體系 讓民眾通報過程更透明 而南韓警方特別收查本部 目前已經申請拘捕四位高階警官 依過失致死罪逮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